粽子的热销也让生产企业忙活了起来 针对不少地方粽子供不应求的情况 企业开足马力 工人们加班加点 满足节日的市场供应 这里是为了浙江嘉兴的一家粽子生产企业 那现在在端午节假期期间呢 随着终端粽子的销售火爆 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个企业呢 现在工人也正在加班加点的包着粽子 那负责人也是告诉我 现在公司呢是有超过800号的工人 每天呢会包超过100万只的粽子 那我也了解到企业现在也投入 使用了一个二合一的车间 这也让整个这个生产效率 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 产能的话我们一般能提升到30%左右 然后那个时效我们能提升20% 几款新鲜种 像大肉啊粒子啊蛋黄 比去年的销量有翻了三倍左右 目前还市场上的话供不应求的 在嘉兴南湖区一家企业的裹粽车间 记者同样看到了忙碌的景象 工人们之间飞舞快速地包裹着粽子 通常情况下一个工人平均一分钟 可以裹四到五个粽子 工厂最高峰时期 一天要包接近100万只粽子 员工的话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大概是八点 这段时间加班加点在做的 那么今年整个我们企业的话 还算不错 应该增长才应该在10%到15%之间 另一边在一家企业的直播间里 主播们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副总表示 近期他们所有的主播都轮流上阵直播 目前直播间也处于24小时不停播的状态 从21年就开始做了直播 逐年再提高就每一年都是50%的增长 目前电商的业务在整个公司中的占比 每一年都达到30%以上 数据显示 2024年粽子市场总量增幅 预计将达到8% 整体市场规模将达到大约103亿元 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粽子已不仅仅是一个节令食品 同时也逐渐成为消费者 日常餐桌上的一道美食 市场对粽子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 除了工艺设备迭代效率提升外 在成都现在的话就是投资9000万元 在未来的三年内那边实现产量 进行方方达到100万只每天 我们在成都市场上有一个东西的我们在成都市场上有一个东西的东西